张华县文化局邀请陆港习艺家陈志生 在县令美术馆展出打习化心境习艺创作展 工绩展出47组84件习工艺品 作品以宗教为主题 融入多种金属材料 创作出属于台湾的艺术创作 欢迎喜爱习工艺的乡亲 自即日起至12月6日指踊跃前往欣赏 这个其实除了一般人家以为是筑模的 其实我们是一片一片焊接 里面是空心的 困难之处是说如何你从完全没有 像木雕它是可以从雏形开始敲 但是我们是要先开始画 慢慢从头的那个形态去做那个肢体 它的形态是过程中是最难的 如何去做它的一个样貌的呈现 这也是一件作品之后耗持最久的时间 陈老师是我们陆港人间国宝 陈万人老师的公子 他非常的年轻的时候就展现他的才华 在他36岁也是当时最年轻的时候 在201年就拿到了我们国家公益中心的 公益奖第一奖章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那今年他可以说是三喜黎门 除了获得我们彰化县美术家 接力展的一个殊荣之外 也在7月份的时候获得登陆为彰化 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 习翼的一个技术保存者 同时在今年10月刚发布的是已经停办8年 今年再度开办的这个首工艺研究中心的 台湾工艺之家入选 这边也特别恭喜我们陈老师 那这一次他带来了47组 这个84件的精彩作品 邀请我们乡亲到我们美术馆 参与这一次的艺术展览大会 习翼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传统工艺 在中国文化中是吉祥的代表 大部分是作为祭祀礼器 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生活信仰 本次所展出的作品 有很多都是融入宗教文化人物 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来呈现习翼的特点 展现传统习器演化当代精工的创作表现 创造了习工艺的新境界 工艺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导